好 另外一个就是 你们过去国民党萧景田 他当然讲他建议说 他要持续中常委的一个职位 可是他居然涉入到了 帮林姓儿买票吗 而且刚刚讲了说 为什么要就把他收到信件 是当时去找他的时候 他还翻墙跑掉 对 这个案子实在太离奇 有非常非常多离奇的事情 状况是这样的 因为检察官检掉了 发现林姓儿一个办公室主任 帮林姓儿用1万块 去跟里长去买票 那帮1万块跟里长买票的时候 检掉就启动调查 那启动调查的时候 其实坦白讲 检掉自己都不觉得这是大案子 为什么 因为1万块 没有人跟里长买票1万块 里长行情终合30万起跳 40北投的行情 每个地方在30万到50万 不等嘛 你1万块里长买什么票 1万块你叫里长帮你办个米粉草 米粉就5000块 购完他就3000块 请问你要买什么票 所以1万块是可以工作费 就完全不会成案的 可是这个案子离奇到 因为他请到征返川 征返川其实是国民党在四北 非常非常熟悉一个头人去买 好 那原本这个案子我们看 顶多办到征返川 你连林姓儿都不会办到 结果检掉去收场萧景田的时候 萧景田这样前门检掉出门 进来后面翻墙 从他自己家宅跑走 所以比如说他不翻墙就没事了 对 这件事情他就翻墙 他就翻墙跑走之后 消失了10天 整整10天 搞到检查发布通情令 终于倒案 倒案之后 你就我们看到萧景田出来的状况 这个更离奇 萧景田倒案 他年纪这么大还可以翻墙 对 但是他说国民党很会养生 都六七岁 那第二件事情 萧景田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底 交保机会都会不会生压等等 结果交换结果一落嘴 吓死人800万 对 我也吓死800万 秋莉莉才50万 我们刚刚看了一大都40 50 刚还60 萧景田800万 更狠的事情是什么 一宣布800万 三到五分钟之后 一箱钱就拖进这个地区 就这一箱子 对 一箱钱 那里面有800万 我跟你讲 我选举我有看过钱 大概400万是一个协盒这样子 所以800万是两个协盒的大小 所以就这个行李箱 大概就800万 所以对于萧景田来说 他因为他后来是主动投案 我相信律师一定就要准备好 1000到1500万现金 先摆好 然后呢 一决定交换结果的时候 钱就拿进去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萧景田就出来 可是这件事情的时候 太多悬疑之处 第一个悬疑之处 萧景田是见过大风大浪的 他是涉及到全台湾的一个 杀井埋尸案的凶手 他那个时候他说 他只是协助运送司令 人跟他没有 他关了几年 可是萧景田 你记得在国际党辈分 大家都知道 你怎么会因为1万块翻墙跑走 这个案子很怪啊 我是萧景田看到这1万块 我昨天有两个断点 一个是蒸帆川 另外一个是那个林姓娥 第三个才是我 你如果没办法证明 这1万块是我给的 根本跟我没关系 就算是我给1万块买什么票 就像我刚刚的想法 我1万块给李长买什么票 我叫李长买个米粉就5000块 买个购完他就300块 大家动员一下喝个饮料 1万块刚刚好而已 为什么要翻墙逃走 所以后面有更大的案子在后面 所以小姐才知道要跑 就是这个1万块 可能只是线头 可是后面可能有更确确的证据 下去买票 所以小姐才会翻嘛